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同立场的两方能够走到今天 中间经历了多少 我们需要去互相磨合了解 以及互信的一个过程 被害人保护是国家的责任 有没有什么样的机制 可以再让这个被害保护机制 更强壮一点 更强大一点 我希望大家能够看一看这个隐形的呐喊 对被害家属 以及加害人的家属来说 他是一辈子有形的伤害 对我们来说很不容易是说 因为废除死刑 废死联盟 你要去接触被害者家属 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没有被打出来 就是一个很万幸的事情 但是我想我们有这个诚心跟诚意 去为被害者家属 想办法为他们说一点话 我依稀地感觉到说 这个社会上对于被害人 其实有第二个阶级的标志 标签 也就是说 被害人其实 可能说不出来的是那种文化上面 告诉我们被害人是处于 在身份地位上面是最低层的 那所以我们不太会有 被害人可能站在大家面前跟他说话 或者是说被害人都是隐形的 可能国家也想到说 我们在经济上辅助之后 你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可是实际上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我觉得这些伤门似乎都在 那一直到我的父亲也过失 我不想说的很多事情 媒体都忘了说 因为现在媒体 朋友们都会去查证 在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 他开始查证说 我是怎么长大 他们查到我在一个人长大 所以 然后我的很心酸的 奋斗的 努力的这样子的成长的生活 那所以他帮我在媒体上面都写出来 所以其实我松了一口气 因为过去我不太敢讲的 好像一气之间都帮我讲出来的 那我好像就可以不用在心里面有这么多的压抑跟秘密 不敢告诉别人 被害者家属我们访问的不止一位 他就告诉我们说 其实很多这样子受害的过程 或者说每一个家庭里头的状况 并不是网路上的任何一个网友 他可以清楚了解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出来之后 网友可以任意的去揣测 去猜测 那甚至说被害者家属愿意为这个加害者说情 然后希望可以促成这个修复 彼此关系的修复的时候 会遭受到更大的网路上的谩骂 那我们也非常的不理解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被害人其实不是只有犯罪被害人 是被害人 其实有很多关在监狱里面的人 他也是被害人 他们才是隐形的被害人 因为我们司法的一个不完整 以及不透明 他们被构陷了以后 他们也是被害人 但是很多人并没有发现 我觉得在公共电视的节目 它起了一个 我们能够对话的一个窗口之后 那后续我们在某些场合 甚至在去年的这个摩尼献法法庭 去年六月的时候 五月六月的时候 有一个摩尼献法法庭 那就让我有更多的这个机会 能够去说明被害者家属 以及被害人的这一块 我所看到的面相 有很多被害人 他整个过程 也没有在第一线去陪伴他们 你们不知道他们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对待 甚至 还有调解官 他会拿着计算机 在人家孩子已经死亡的父母面前 按一按说 他是 他非常懂儿童 我知道你们孩子死了很难受 但是孩子终究是有价钱的 他就按一按数字说 那这样子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到底是我们国家怎么样产生出来的一个调解官 其实被害家属可能在事情发生的时候 他是只有伤痛 可是到后来为什么会愤怒 甚至想要去杀的凶手 这是我们国家一步一步的在逼被害人 往一个不理性的方向去走 我要讲的是说被死联盟从来不觉得被死的这个目标 是跟被害人的权利是互相冲突的 所以只是差别在于说 我们并没有办法像维军姐这样子 直接的下去做这个被害人服务的工作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 当然外界会有很多误解 会觉得说你们谈非死就是在欺负被害人 那也是为什么我们是尽量有机会要去沟通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书以及这样子的记者会 其实也是要再呼吁再次呼吁社会大众或者说媒体 被害者跟死刑犯或者说案件的这个加害者 两边其实都是需要协助的 也需要一个公平的一个社会机制来协助两方 目前的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制度里面呢 其实比较少被害人的参与 那多数的人都认为我们都懂被害人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个保护制度里面 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让被害人参与去发声 然后让才有更多的可以同理被害人 就是在什么地方嘛 他是在检察官底下的心理 所以他的考虑只是在于单纯的一种以公务员的心态 来去从事一个金钱的补偿的计算 除此之外他并不认为这是他的事情 那你从欧盟的这种所犯罪被害人保护的一种指令上来看 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资源的概念嘛 就是说他从一开始被害人犯罪被害人发 犯罪发生的时候 对被害人从一开始他们所要得到的一切的援助 他是以全面性的一个照顾嘛 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心理层面上面 在法律层面上面 在所有的资讯的层面的提供上面 在于这个他们适时的生活的困难面的救助上面 他们要实施一个全面性的一种资源的系统嘛 那我们叫现在为这样的一个资源系统呢 做的相对来讲比较进步就是什么 性侵的系统上面 对性侵被害人相对来讲 你从事物上来讲 他就有社工人员介入 会有心理执桑师介入 会有等等的 但在性侵是因为透过妇女团体 但大力的鼓吹 提倡才让这个性侵的 这个部分的犯罪被害人的 包括各层面的一个协助 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但其他的犯罪被害人的保护 相对来讲就完全是没有的 这个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那欧盟的这一个犯罪被害人的保护的指令 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是从 从这个他们并不会去区分说 这个性侵案件 或者是说政府性侵案件 他们的保护的最低标准就会有不同 但在台湾很明显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 在94月这边他访问了 我们访问了那个 办保协会的模範生台中分会的主委 那在94月他也提到说 其实如果政府观点保护受害人的观念 如果一直定位在补偿 整件事情就最多只能做到五六十分 那如果政府将这件事情定位在医务责任 那应该可以做到九十分 那办保协会呢 改例属在其他的在内政部所下底下 我想可能也是一个方向 那甚至可以让大家去想想说 被害人可能除了补偿之外 这种主体思维之外 那因为那个是在国家 那个公权力高权的角度来说 我给你这样子的一个金钱补偿 那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但是被害人可能 他这种伤痕就一直在 那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些支持 系统性的支持 那还有支持的陪伴 关怀 那虽然我的例子不能代表 所有的办保协会 他们都没有这样子的事情 我过去的例子是 可能在立马的初期 那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一通电话 然后问我说 我需不需要来协助 或者是说来一个 让我有机会 在心灵上面 有一些同理的团体 自助的团体 然后加上这样子的机会 再去互相谈谈自己生命故事 但是我一直认为 有很多的启发上面 我一直认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说 好像会没有感受到